大家好,我是小凯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实战项目的学习当中 就是在实战项目当中呢,我会去跟大家讲几个综合性的项目 然后呢,在这个做这个综合性的项目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去边查官方文档或者说边去搜索 然后边去做这个项目 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有一个贴近实战的这样一个体验 而且可以把我们之前学习的各种知识都综合的运用一遍 就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 然后今天呢,我们先就从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开始 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函数的积分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它是首先有根函数区限 函数区限之后呢,然后就会有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灰色的区域,然后上面写的这个函数的公式 它的积分公式 比如像这种图的话,特别是对教微积分课程的老师来讲会非常有用 因为你有时候需要画出这种图,然后给学生看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示效果 好,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呃,如何画这个积分图 我们会边去查文档,然后边去画这个图 好,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首先呢,它是画了一条线 我们先把这条线画出来,当然这个函数也在里面已经写好了 当然我们开始还是要导入我们的包 好,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写出来 уч bras define function x the x-2 x-8 然后加40 好,然后我们要生成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先生成一个X 先生成一个X 然后生成一个Y 好,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值 X,这是我们的X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Y值 好 好,就通过这种我们先生成了X和Y值 然后我们现在先画出他们的图线 好,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应该都会很熟了 颜色是红色的 我先把线的宽度设为E 好,我们先把这个图形画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图形 然后这个线明显有点细 我们先把它再把它调成2 好,可以看到这个图形就线的促习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坐标 坐标调一调整一下 坐标值调整一下 然后它的上桌标的刻度 它这个点是没有显示的 它只是显示了A和B 只是显示了A和B 所以我们首先先要定义一个A跟B A,这里我就把它定义为2 然后B把它定义为9 好,然后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刻度是不显示的 这个刻度不显示刻度呢 我们来搜一下 我们要搜一个坐标主对象 因为在这里我们生成了一个X对象 所以我们要搜这个对象 它有哪些 它的相关的一些方法 然后其中这些呢 都是它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可以调用的方法 然后我们要搜 可能是跟Tix相关的 因为它的坐标这个刻度是Tix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 我们先搜看到有XTix 我们再搜XTix 我们去找XTix相关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getXTix 然后我们接着找 这个应该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setXTix setXTix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就差不多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了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介绍就是setXTix with list of ticks 也就是要给它传一个Tix的一个list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我们要AX.setXTix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我们要AX.setXTix 我们A,B应该在上面 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只有A跟B了 因为A是2 因为A是2 然后B是9 好,这个地方就很接近了 然后我们再看Y Y的它是没有Tix 所以说我们要把Y的Tix全都显示 AX.setXTix 空置 这样的话它就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都没有了 但是现在就是要把这个2呢 变成A,把9然后变成B 然后我们再去查 应该也是set 我们一个一个找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个Nabels setTixNabels 好,这是setYTixNabels 肯定想 对应的肯定有一个XTixNabels 我们再找一下 果然这有个XTixNabels 好,这样的话就是设置它的标签 XTixNabels 好,这个Libels 好,这个Libels 就是我们想要的A跟B 你再运行一下 好,这个不对 肯定是哪里写错了 XTixNabels 没有S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已经画出来的A跟B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这个AB跟这里的AB它的字体是不一样的 它的字体是不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就我们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在讲数学公式的时候 讲数学公式的时候是 它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的和它用单纯的字母表达出来 它字体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当然是要以数学公式为主 所以说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要把A跟B换为数学公式 换为数学公式的话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就知道它是一个美元符号 以美元符号为开头 还有和结尾的 然后呢,前面要加上R 转非转移 当然这里面没有 但这里面没有那种转移符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画的A跟B 就这个字体就跟这是一样的了 好,我们现在再看 再看这个地方呢,有一个Y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X 然后我们可以想到我们之前用text 用text可以画出这个Y跟X 但是用text它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用text的时候 我们的坐标值呢是在这个图形上的 也就是说你的X值 你是在这个里面 是在这个里面 你画的话就是画的这块白板上面去了 那我们要画在这个外面的话 要怎么办呢 我画在这个外面的话要怎么办 画在这个外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办法 它其实是提供了 它提供了一个 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 Fake Text Fake Text 这个 我们可以先查一下 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add text to figure at location x y relative 0到1 cours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根据 x和y 来画出这个图像的 位置 然后他这个 xy它不是一个坐标值 而是它是真相对0和1的 一个坐标 相对0和1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是0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在图的最左边 然后我是1的话就相当于图的最右边 然后它的值呢就在0到1之间 好那我们针对这个图形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 x的话 它是在图的最 右边 而且是在比较靠下的位置上 比较靠下的位置上 那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x它相对这个图的 它的x值是很大的 x值很大的 我们可以把它 比如说定为0.9 0.9 然后它的y值呢是很小的 y值是很小 因为它在靠在靠近底部 然后把它写为0.1 我们先试探一下 然后呢 它这个标志呢 还是仍然是美元符号 它的一个公式 x 然后y的话 y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x很小 我们把它定为0.1 它的y值很大 就把它定为0.9 好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效果 就有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x呢 还是有一点 太靠上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把它往下调一点 往下调一点的话 也就是把它的y值给调小一点 现在是0.1 我把它调成0.05 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x往下调了 当然这个y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 好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已经完成了 好 谢谢观看